3比1击败加拿大,中国女排赢球以后还有更大惊喜 恭喜原志,球迷放心了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那么聊聊在世界联赛当中,咱们中国女排刚刚结束的和加拿大这场比赛 聊聊球队,那么拿下加拿大以后,我们还有的一个更大的惊喜 而如果你看完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女排的球迷朋友看到直言的视频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咱们刚刚结束的一场世界联赛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今天下午,中国女排是在世界联赛当中迎来了球队第二战第二场比赛 那么在和加拿大女排的对比当中 最终咱们中国女排非常惊喜的用3比1拿下对手 那么可以说球队又是完成了一个连胜 有了一个很好的势头延续 那么首先我们说回这场比赛 首先呢,中国女排在场上,咱们的主教练蔡斌还是没有登场 那么整个场上的排兵不振还是由助理教练袁志去进行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员变化并没有给中国女排带来太大的影响 反而袁志她在场上,她的拿捏能力 对于咱们中国女排来说也是没有拉胯,对吧 而且在场上,咱们中国女排很多的恒星队员都有了状态复苏 那么除了上一场比赛,李莹莹在状态不佳以后 本场比赛火力全开 那么中国女排两大副公署,袁新月,王源源都在本场比赛里打出了相当亮眼的发挥 尤其是王源源,本场比赛她的扣球成功率比较高 那么在场上帮助中国女排在阶段性拿出了个人实力 帮助中国女排拉开了分叉 而且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咱们可以看到在场上 袁志教练对于中国女排整体换人非常的频繁 那么这场比赛让咱们中国女排很多队员都在场上获得了 那么通过比赛去登场,去锻炼自我的机会 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赢球首先让我们获得了胜利的喜悦 而其次呢,咱们中国女排在拿下这场比赛以后 我们的排名也是顺利攀升到世界联赛的第二名 那么球队目前也是在积分上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而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女排在后续去实现本次世界联赛 我们最终的目标,去打进决赛 而除此以外呢,从短期来说,中国女排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 那么这个惊喜是什么呢 那就是通过这场比赛和加拿大队的一个对拼 中国女排有了下一场比赛对阵美国队 对阵奥运冠军这样一个很好的经验加持 那么让我们女排的队员为下一场比赛做足了充分准备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呢 在赛前,加拿大女排她们从排名上和中国女排的差距非常大 那么在赛前呢,加拿大女排方面仅仅是排在世界联赛的11位 而咱们中国女排是排在前5位,对吧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实力悬殊之下 加拿大队并没有直接放弃比赛 反而在比赛当中给咱们中国女排制造了阶段性的麻烦 那么可以说她们在比赛里也是竭尽全力 那么这样的一个比赛对咱们中国女排就有着非常高的锻炼价值 尤其是比赛第二局 咱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女排在场上很好地帮我们模拟了对阵美国队的一些情况 那么当她们在场上展现出了更好的高快打法 当她们更好的模拟美国队的时候 那么就是对于咱们下一场比赛终极的一个助力 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赛经历 中国女排对于对阵美国队是有了更多信心 有了更多的把握 而且咱们更多替补队员在本场比赛都有登场的话 那么下一场比赛当我们面对美国队 这些替补队员也都可以登场去承担责任了 对吧 所以说这是咱们中国女排很大的一个惊喜 而相信有了本场比赛的历练之后 那么下一战对这美国队 咱们中国女排就有了更多的把握 那么我们也要恭喜咱们中国女排的助力教练袁袁志 那么咱们所有的球迷也可以在下一场应战之前彻底的放心了 那么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再接再历 在下一场比赛打出应有的积极的表现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聊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秋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箱上留言 体系件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